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弹弓射车窗 作案成套路 监控中消失 落脚点成迷 一直掉监控 想看他是回到家了 还是回到宾馆旅店 他进个小不同的脸 就是没有了行动轨迹 辖区内多人效仿 警方开启专项行动 清除车窗射手 他们之间作案没有交叉 都是单独作案 稍稍偏僻点 露天停放的机动车为寝柴的主要目标 对此的老百姓反应十分强烈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 吉林省延吉市的赵先生出门准备上班 当他来到自己家的轿车跟前时 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 原来自己家的汽车不仅被人砸碎了车窗 而且车内存放的贵重物品也不见了 赵先生随即报了警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案件并不止这一起 这天早上除了接到了赵先生报案之外 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 还接到了其他多起类似的警情 当时我们指败 完了之后呢 凌晨的时候 一连我们辖区内接到五起刹车玻璃的案件 接到报案后 关案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我们能看到那个玻璃都是差不多有一个点碎了 这样我们还以可能用尖锐的东西啊 或者是就有可能是弹弓啊 这样的东西 把玻璃打碎了之后 然后把玻璃摘下去 这样进到车里偷东西 在勘察现场的同时 警方还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 其中的一段视频完整记录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整个警部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深夜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走到一辆宝马轿车旁边 在简单看了看车内的情况后 这名男子开始东张西望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弹弓 用力往宝马车副驾驶位的车窗上打了一下 接着 犯罪嫌疑人收起了弹弓 开始将破碎的锅里一块块拆卸下来 就在这时 宝马车的报警装置被触发 报警声突然闪了起来 惊慌的犯罪嫌疑人立即探身进入车内 搬找了一会儿财务后 迅速逃离了现场 通过对现场勘察的情况和提取到的视频监控进行综合分析 警方发现 这无企案件的作案手法十分详似 因为同一人所谓 随后 警方将调查重点转向了证明 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男子身上 连续发生无企案件 这样给我们监控录像追踪就提供了条件 因为这无企案件连发是呈一条纸线 沿着我们严谨市的合报 连续作案无企 这样的话 他的大概的行动 当天晚上他大概作案轨迹 我们大概能够掌握 按照犯罪嫌疑人当天的作案轨迹 警方随后调取了沿途更多的监控画面 很快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大概确定他在30岁左右穿的是羽绒服 羽绒服前面有一个亮的条纹 然后之后的左侧裤头是运动裤 左侧裤头有一个明显的白色的标志 鞋有三道杠反光条 这样的话怀疑他是运动鞋 就是大概确定就是这么个体貌特征 同时通过对视频监控进行分析 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也有了一定的掌握 警方决定按照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继续调取监控 从而锁定他的落脚底 随后对其实施抓捕 然而就在这时 犯罪嫌疑人却从监控画面中消失了 我们就是继续调监控 继续调监控 根据他轨迹 想看他是最后回到家了 还是回到宾馆旅店 然后我们一直调监控调到了 我们研究室有个中环那个地方 调到那之后 就是没有了行动轨迹 他进个小胡同里 然后线索就在这就断了 为了继续追踪犯罪嫌疑人 警方随后以其消失的地点为原心 展开了走访调查 但始终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犯罪嫌疑人的突然消失 使得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 乡林辖区发生的两起案件 引起办案民警的注意 在进学派估所关区内 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件 他们的作案手段也是通过把车跨离 上面有一圆孔 然后跟我们这边河南管区发生的案件 手法相似 通过监控录像那个 当时他的案发的监控录像看的正是这个嫌疑人 这样的话又重新 又按进学的监控录像 开始追踪他来时候的路线和走的时候的路线 终于发现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这样能突破口 随后警方对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这辆出租车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取出租车的行驶轨迹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落脚的小区 由于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居住的具体房间 警方决定在小区内进行蹲守 待机实施抓捕 因为他作案的时间段很明确 一般都是晚上11点到后半夜的4点 凌晨4点钟 这样的话我们当天晚上10点多就去蹲坑了 一直安排了四个组 成了一个正方形 把他所有的能够途经的 能够途经的路口全都安排上警力 我们在那一直蹲了半宿 蹲了半宿之后发现这个人他从家里楼下出去 但是他叼着颜 然后特别明显 因为那个整个现场全是黑的 看不清人长什么样 就看着叼着颜 这样我们看到那有个人 然后我们下车去附近 去他附近看 然后在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发现这个体貌特别相似 这样当时我们就把它控制了 在现场搜查中 警方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搜出了弹弓 钢珠 手套 手电筒等作案工具 在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时 警方还查获了大量赃物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这个嫌疑人一共交代了案件200多起 然后我们现在初步已经核实了汽水期 还有一些正在核实中 经过一夜的蹲守 把民警最终抓获了这名用弹弓打碎 车窗玻璃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童某 然而当童某落网之后 此类案件并没有就此消失 仍然时有发生 那么童某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伙呢 通过对近期发生的数百起此类案件进行串并分析 警方发现 实施此类犯罪的嫌疑人至少在五人以上 他们之间作案没有交叉 都是单独作案 单独作案 选择不同的区域 在什么环境下 在没有摄像镜头的前提下 开放式的小区 稍稍偏僻点的地方 露天停放的机动车为寝财的主要目标 为了彻底打击此类犯罪 严吉市公安局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专项行动 对此类犯罪的涉案嫌疑人进行集中抓捕 对此老百姓反应十分强烈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 大大降低了群众的安全感 和群众对我们公安机关的满意度 对此我们市局党组非常重视 多次召开了专题会议 听取办案部门对这一类案件的专门汇报 召开成立了由刑征 市征 判所等部门 组成的工作专案组 成立领导小组的专案工权 专门工权这里案 为了尽快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严吉警方在此次专项行动中 制定了周密的案件侦破方案 首先利用视频监控 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进行梳理追踪 这种案件不像是弱势盗窃 能采取脚印指纹很难 因为这种东西尤其是像冬天 因为嫌疑人都会戴有手套 戴帽子 戴口罩 就通过这种东西很难去辨认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通过监控物像 来判断它的行动轨迹 来判断它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追逐 就当时我们调取的监控也非常多 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和返回时 都会尽量避开监控探头 这也给案件征货带来不小的困难 从它的那个落脚点出来的时候 它不会从就是一个道口就经常经常出来 它会变着就是方向 就有的时候走这条道 有的时候走别的道 就这么出来 所以说我们对于调取它的落脚点 附近的监控设备的时候 就是特别有困难 我们都得看 每个方向的监控路向 我们都得调取 来判断这些证明前的轨迹 同时由于利用视频监控进行轨迹梳理 只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大致落脚点 因此在实施抓捕时 警方采用了走访摸牌 蹲点守候等策略 待机实施抓捕 侦察人员呢 克服了天寒地冷 这么个恶劣的环境 采取了传统的蹲坑模式 在车内或者其他的方式蹲坑守候 也就是说经过两周的不懈努力 的监控努力 终于讲这个六名嫌疑人呢 生日一发 在不同的区域 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地点 此次专项行动 严谨警方供破获砸车窗 盗窃车内财务案件三百余起 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六名 查获赃物一大批 通过这类案子呢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呢 在车内不要放贵重物品 将机动车呢 尽可量地停在小区内 或者有视频监控的这个 这个条件下的这个区域内 以防呢给这犯罪分子呢 可乘之一 砸车窗 盗取财物 这是发生率比较高的一类案件了 但是呢 还有另一种车内的刑切方式 它的作案手法更加的隐蔽 那就是车窗完好 可是车内财物 却不知不觉的被盗走了 武汉的韩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蹊跷事 自己刚刚在银行取了四万元钱放入车内 在下车时还特意地锁好了车门车窗 可是等到再上车时 韩先生却发现他的四万元钱不翼而飞了 那么这钱是怎么丢的呢 这是案发时监控记录下来的一幕 画面中这辆黑色越野车 就是受害人韩先生所驾驶的车辆 从驾驶室下来的这名男子 就是受害人韩先生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韩先生一行人下车后朝餐厅走去 在走出了几步之后 他还有一个转身向着车的方向 按车钥匙锁车的动作 这里他已经安慰一下车钥匙 要锁车 要锁量之后 但是这个车都没有亮 正常情况要按来要锁车以后 应该是车都会闪亮亮 但是这个时候车都没有亮 然而当时韩先生一行人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在他们进入餐厅不久后 一名身穿黑色T恤 戴着口罩的男子出现在越野车旁 起初他只是在车子不远处来回走动 两分钟后 该男子禁止走向驾驶室 打开车门坐了上去 上车以后大概十几秒 就从车内拿了一些东西 因为是很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很清楚是拿了一些东西 从车内然后就离开了 黑男子从车内拿走的这个东西 就是韩先生放在车内的四万元现金 据韩先生回忆 五月十七号中午 他与几个朋友到一家餐馆吃饭 吃饭之前 他先去银行取了四万元 据他说 钱是之前做生意时向叔叔借的 准备吃完饭后就把钱还给叔叔 为了证明钱已经取出来了 他还拍了张照片发给叔叔 我说我现在跟朋友去吃个饭 吃完饭我说我就过去 韩先生说 他原本把钱锁在了副驾驶前面的手套箱里 但是拍完照后 他并没有再次锁起来 而是顺手放到了驾驶室右边的扶手箱里 之后便跟朋友一起去了餐厅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短短几分钟后当他再次返回车中拿东西的时候 却发现钱不见了 他来报警以后 因为他说他是放在车内的财务会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是整个 车后面的视频监控都比较好 我们也是经常看视频监控 他一说那个位置 我就知道那个位置应该有一个摄像楼 我就马上跟他一起查看到我们那个摄像楼 正好那个摄像楼可以拍到那个车子 通过监控可以看出 当时黑衣男子并没有损坏车门的动作 而是直接打开了车门 说明该男子知道车门并没有锁上 由此民警分析 嫌疑人很有可能使用的汽车遥控干扰器 令民警不解的是 在走路过程中 嫌疑人一直在打电话 他究竟是打给谁的呢 在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个监控画面中 民警发现 嫌疑男子与一名身穿白色T恤 把双肩包背在胸前的男子回合了 而且细心的民警发现 这名男子也曾经在案发现场出现过 那么这就意味着 很可能两人是联手作案 有备而来的 民警重新查看了案发时的监控 发现白衣男子在韩先生一行人下车后 就出现在车辆附近 之后他走到了一个公交站旁 关注着韩先生等人的动向 画面中可以看出 韩先生进入餐厅后 曾到门外的电话 直到他再次走进餐厅不久 黑衣男子才出现 并将车内财务盗走 民警分析 这名白衣男子很有可能是负责忘风的 两人在此期间一直在通电话 直到确认韩先生不会再出来 白衣男子才通知黑衣男子动手 两名嫌疑人会合后 民警继续追踪他们的离开路线 在离岸发现场不远的一家通讯广场的门口 在此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而他们走向的位置是707路公交车停靠点 民警分析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乘坐公交离开的 通过公交车的轨迹或许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但是此时新的问题摆在民警面前 然后上车以后呢 由于空气就死离了我们下去 因为我们拍拖 由于全线有限 只能看我们整个江岸区下去的摄像头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几次跟领导汇报了 领导就联系了视频支队 帮我们继续追踪他们接下来的路线 武汉市公安局视频侦察支队的民警了解案件情况后 对嫌疑人到达案发现场之前的路线和离开的路线 同时展开了视频追踪 通过调取707路的车载视频发现 两名嫌疑人坐了起站后便下了车 根据公交车停号的线路 民警又调起了下车地点附近的监控 嫌疑人下了车以后往前走了一站 在这里 这两个嫌疑人 他在这里上来乱了一辆第一次 两名嫌疑人在吉家嘴附近下车 之后便失去了踪迹 在调取的多个监控后 民警发现 两名嫌疑人一前一后步行到达了案发现场 在离案发现场路远的一条路上 两人还有一段短暂的停留 似乎在寻找作案目标 很明显他在这里 他穿黑衣服在晃动 因为穿白衣服那个就过来 我前面走了一圈 然后回来发现没有合适的作案目标 调取了嫌疑人到案发现场之前的路线后 民警最终也在吉家嘴附近 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他们究竟去了哪儿 为什么会在吉家嘴一带消失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细心的民警想到 在吉家嘴有一个码头 那么嫌疑人会不会是从码头乘船而来 有坐船离开呢 考虑到这一点 民警前往码头调跃的进出口的监控录像 然而由于码头的客流量较大 视频清晰度有多高 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通过一针一针的辨认 终于从数千名乘客中 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作案之后 不停地在变换交通工具 而通过他们的种种表现 民警发现 他们似乎对武汉的道路并不熟悉 那么很有可能 他们是从外地来到武汉作案的 在调取了多个监控后 仍旧没有发现协议人的踪迹 他们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难道是漏掉了什么地方 百思不得其解的民警 再次对嫌疑人消失的监控画面 进行反复查看 经过反复观察后 一辆出租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在犯罪监警人出现的那个时间点 时间段 有一辆迪士开到这个位置来 开到这个位置掉头 停在了犯罪监警人 可能应该出现的位置 我们就大胆推测 犯罪监警人肯定是从这个迪士上下来的 虽然监控中无法看到 嫌疑人下车的画面 但是根据出租车所停靠的时间 民警大胆推测 嫌疑人是乘坐出租车而来 于是对这辆出租车展开追踪 果然在武汉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 找到了嫌疑人上出租车时的画面 嫌疑人上车的位置 紧邻武汉火车站 而且旁边有多家酒店 确认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后 民警调取了他们的乘车信息 然而此时两人已经离开了武汉 说完之后 20号就离开了武汉 我们是22号 22号才查到宾馆 才能确定嫌疑得一下 那时候他已经20号已经坐过车 离开了武汉 到了广州的中山 通过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5月23号中午 民警查询发现 其中一名嫌疑人 在广东省中山的一家宾馆出现了 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广东 进行抓捕的时候 嫌疑人已经退房 由于不确定 嫌疑人会不会离开广东 民警决定继续等待 终于在当晚10点多 等来了新消息 房屋室就告诉我们 他们要带中山要开 得嫌疑等一下 我们就 因为当时也没有了火车 也没有了飞机 我们临时 开车 2300公里左右 刚完中山进行抓捕 民警连夜驱车赶赴广东 一路上 他们顾不上吃饭 休息 轮流下车 终于在11个小时之后 到达了中山市 经过与当地警方进行联系 民警直奔嫌疑人入住的酒店 所幸的是 此时嫌疑人并没有退房 当天晚上6点18分 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郭某进入了酒店 通过酒店的视频监控系统 我们发现 这名嫌疑人跟之前入住的 另外一名嫌疑人 会合了 这个时候 两名对象都会合在一起去了 我们就决定进行抓捕 确认两名犯罪嫌疑人会合后 民警按照之前研究好的抓捕方案 冲入房内将他们抓捕归案 了解了汽车干扰器作案的原理 那么作为车主 我们就要增强一些防盗意识了 在锁车的时候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用车钥匙来机械锁门 或者锁车之后再拉一拉车门 常看一下是否确实锁上了 别看这个动作简单 它可是会加低的失窃的风险 另外最好 不要在车内放现金或者贵重物品 不要因为图一时的方便 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剪辑 супру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